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到的就是 110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即将在这周六在云林县来登场 那么花莲10号迎接圣火之后呢 13号的上午花莲的代表队接受县长授旗 即将启程来出发 那么期盼能够突破去年的佳基 为花莲争取最高荣誉 110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即将在17日周六在云林县登场 13日上午游县长徐正卫授旗给花莲代表队 期盼近500位的选手 在赛事期间能有良好秩序和健康管理 听从教练等指挥 才能将平时训练成果完好的呈现发挥 比赛挑战极限 完成美好的完成你的赛事 第二个注意安全 第三个大家互相的团结合作 因为我们这次有400多人出去参赛 记得一定要出外就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 大家一眼就看到你是花莲的孩子 你是我花莲人 我们就会新神礼会互相鼓励好不好 花莲宪府也制正红面鸭悠游卡给选手当伴手礼 今年花莲代表队选手及队支援合计有484人 参加包含田径游泳举重等项目 参赛学校有花莲体中 花莲高中 花莲女中等南到北的国高中学生 共30校参赛 期盼能突破上届九金十二银十三同成绩 在重点项目等都能拿下更好的成绩 接着讲帮演华联士报导